台中洪恩医院隆安分院遭报出 包庇干部殴打病患赵宝等遗言 76岁的总院长吴子军 今天率领医护出面澄清海员表示 因为病患对医护出现攻击行为 领先干部为了阻止发生肢体拉扯护殴 伤害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是因为病人他情绪不稳定 他先出手答 然后我们当然要站在这个维护的角度 在这个医疗的角度 是要希望病人不能够有智商 也不要有伤人的这个态度 那么在有必要的时候 在这个法规允许的这个同意 家人同意之下呢 他是做一种保护性的约束 不是所谓惩罚或者是打他 或者是那种意思 护理师则委屈类诉 院方处置依法规照流程走 近遭非事实的报道 院内医护都非常难过 是很大很大的打击 收了这些个案 我们医护人员真的很辛苦 我看到很多的画面 我自己身为护理人员 我都觉得很不舍 其实我平常我都称他们为菩萨 活菩萨 但是外界没有给真相的鼓励 就这么一报道出去 我们的心真的都碎了 另外针对媒体报道 诈领保险费部分 总院长也严正澄清 绝对没有诈保行为 至于性侵案已经递检署受理 或不起诉处分 性侵那个事情 这两相合议 后来又怎么样 他这很多个人的事情 因为有经过法院的一个 相当严谨的查证 判这个决定以后 这已经是 医院方已经是 不起诉处分的一个状况 总院长强调 医院在照护部分应该更专业 不需放任有伤害前科的 互佐殴打病患 因为双方无法和解 后续已经交由司法解决 接着陈文旭台中测访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